131 上海證券報 軍公央企提速資產證券法整合紅利浮宴 2015年7月22日新聞公司07於長名記者於長名零編輯巡峰在資本市場 中國傳播要大力推動軍公資本上市 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成果共享 中國傳播集團公司新聞處處長徐錦玲21日在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發展成果展上向記者與事說 中國傳播重工辦公廳副主任楊援志也向記者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國防科工局副局長徐占斌近日在軍民融合發展論壇上也明確提出 加快提高軍公資產證券法律 鼓勵地方先行先試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據有關機構測算 我國十大軍公集團資產證券法率平均只有30%左右 軍公資產證券法步伐剛剛起步 各層面的信息說明 在推進軍公企業改革的過程中 軍公央企資產證券法空間仍然巨大 而從各大軍公央企的實際動作看 也的確在加快軍公資產證券法步伐 以中國傳播集團為例 2013年、2014年我們以旗下廣船國際為平台推動軍公資本上市 整合收購了旗下華南地區最大的現代花造船企業龍月造船 右側軍公資產黃布民衝以及民營資產揚州科進船業 實現了軍公資本證券法的重大跨越 徐錦寧說 楊援志也向媒體表示 中船重工旗下上市公司 中國重工2013年84.8億元定爭計劃收購關聯方核心軍公資產後 軍公資產證券法再度賣出實質性步伐 接下來還將進一步推進軍公資產證券法 而此前 中國重工董被楊曉英表示 2014年公司已正式完成了核心資產證券法 接下來將穩妥推進軍公科研院所改制工作 未來將有四大科技控股公司作為這批科研院所上市的載體 中航工業集團高層也透露 如果科研院所改革政策能落實的話 集團百分之八十的資產證券法律任務將很快完成 一直以來 中航工業在資本市場上可為長袖善武 今年環與上交所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雙方將在軍公資產證券法、互聯網金融創新、 軍公企業在融資及重組並購等四個領域開展全面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我國十大軍公集團資產證券法律水平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其中中航工業集團經過數年整合後 其資產證券法律也僅僅超過百分之五十 因此未來整個軍公央企仍然有巨大的整合空間 另一方面 民參軍也是軍公資產證券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理員結就建議 要加大民營資本參與軍轉民項目建設的力度 在項目交易轉讓、合資入股等方面設計公平公開機制 鼓勵軍轉民項目公司充分利用資本市場 通過設立股粉制公司的模式上市融資 在改革推進中的軍公版塊 也給人療證券分析市高度關注 他們同樣看好軍公央企資產證券法帶來的改革行李 方正正勸軍公版塊分析師韓振國認為 國企改革、軍改及軍公科研體制改革政策逐步出台 軍民融合戰略實施、軍隊信息化建設推進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等將持續刺激軍公股走強 招商正勸分析師也認為 國企改革頂層方案即將落地 在或定國企改革底線後,對軍公行業改革有利 該機構研報預計 後座改革中,國家將在保持對國防軍公絕對控制權的條件下 逐漸減持和淡出,提高軍公單位資產證券法水平及採取員工持股等市場化激勵措施 推動軍公企業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具備國企改革概念的軍公上市公司值得關注 主導 premise 反應或淡出是否認同時期 詞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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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請共貫